2020台湾灯会的复展区文新森林公园已经正式点灯 而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会下雪又充满香气的灯会 复展区是以同区乐园为主题 引进互斗星球跟热带水果尿等国际IP授权 而市长卢秀恩就表示 互斗星球就象征服气满斗 所以来赏灯的民众一定会服气满斗 而展期会持续到元宵节 这也是最长的台湾灯会 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启动 文新森林公园复展区抢线开跑 现场更飘起了片片雪花 这是一个会下雪更充满香气的灯会 而复展区是以同区乐园为主题 有52组的灯组 以互斗星球最受瞩目 很漂亮 就很像圣诞节的感觉 对 我们就一路这样拍拍拍拍拍 拍一圈拍过来 好玩吗 好玩 很好玩 这次的主题 副展区的主题呢 就是互斗星球 互斗 福气满斗的意思 所以只要来参观台湾灯会 只要到台中来参观我们灯会以后 一镜福气满斗 今年灯会除了集合卡巴伊的互斗星球动物群们 还有热带水果鸟等国际IP授权 周围更飘散起真正的香气 与可爱斗趣的灯组成功为台中聚焦 也信不少大小朋友拍照打卡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团队到场赏灯 也成了万人民民众疯狂的抢合计 好 这边要来啊 一 二 三 这个副灯区呢 副展区呢 有些灯区会有香味 所以你不只是好看 而且好好闻 好香 第三个呢 这个副展区一直从现在开灯 一直要到我们过完年正月完以后才结束 所以是史上最长的台湾灯会 垂散的副展区点亮 宣告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登场 而展期将持续到元宵节 也是最长的台湾灯会 平假日更多有精彩的表演活动 台湾灯会的乡称 让台中越夜越美丽 这人家话台中采访不到